我想到以这种方式被超呢 对 是啊 没有办法去控制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对手 要怎么样去跑 对 其实在那个ECU点放完之后 他可能如果看小地图的话 也会觉得有点疑惑 怎么差那么多呢 他可能脑子里边的判断是 他失误了 无敌翻无效益了 对吧 或者那个益怎么了怎么了 肯定出问题 讲无效益有点难 对 我们见过反意识 是吧 对 还有乱载 不齐了 看一下第二轮 首先是单途 首途一名杀都 单途的话还是翻掉了四个篮场 不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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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路上梦言 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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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重生呢 没变 呃 他不会觉得 手途不久就要上原题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知道 但其实雾山搬不搬影响不大 我觉得你搬一个雾山一个北海 这时候原题还能用在什么图 哈哈 嗯没有特别稳的 对吧 其他的图可能真的风险都很大 对 没有说绝对稳定的原载道 其他的话也都能用 嗯 但没有那么适配 对啊 你比如车间 是吧 我们也见过 跟内线阳 哎 这个跟虚拟还真不好说 可以打花到下卡 对 可以打花到下卡 嗯 对 其实这个卡的确实还是挺诸恶的 太诸恶了翻不完 走出刹路 他也能够尽强到这一分 对不朽来说 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张法来说 他可能也会把这个新的战术 投入到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不朽没上原击 我们说A车来进行一波对决 看起步 哦张帆这个跑法 实战极限跑法 但是第一个环套 哦有这个跑法极限 起了个寂寞 是的 起步算很快 但是第一个弯道自己也没控住 哎 为什么抽开单器啊 他觉得自己 这原击跑法啊 原击叠双 哎 ECU出了 哎 这对于不朽来说 若错失此两击 便不可原谅了呀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又该比我还得比我 为什么 因为要唱压力 算了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先调整一下吧 怎么回事呢 这两局也没有见过很久呀 这确实对于不朽来说 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对于张法来说 这个开始也蛮新的 确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哎 不朽这边的跑法 也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是再开一个单器 也可能不慢 对 因为你整个下面 一直到双弹射的一个点啊 你都能够维持住一个 CWW加上将在的一个速度 再开了程序 往射 就是中杀 再拉一个客身 下面有万道还是外入内 求稳一点 哦呦 分32秒145 不朽啊 恭喜不朽 哎 还是张法这边系列要高一些 对啊 一直都这样 其中的话 中间不朽到100的 几个 不朽可能在 刚刚西部晃山啊 就这样的 呃 局势会有一点的疾病 但是其实他不至于紧张 对 张法有多数的连接 而且感觉他确实也要更荒一点 不守着那种大楼的感觉 有点 是吧 你淡点 就随便 你随便选择 是 确实会有一种 气势 嗯 你会觉得好像他 真的 不是 来太坊这边旅旅游吧 对 也不是很像新人 对 有东西 有准备 有东西 这两个兄弟不要忘了 一人多一样机场啊 都想用到最后一局 那样当然是最美最稳妥 都有这个想法 有多了 能不能到最后一局 你看上一局其实就结束的比较突然 对 这一局自由 是的 原本觉得这个点还得跟一个亿 后来发现没有必要了 先受上压力 给给对抗 是 而且不久在有一些失误的情况下 还能跑一个32.2 小 嗯 这 黄图的话 其实 他自己选择出来是有一定的把握力的 不会是国服的地盒 嗯 就假以实 可以训练一下 对 你实力在了 你再上到赛场上之后 不会特别慌 就可能没有办法百分百发挥出来吧 但是你肯定有一个七成的发挥 哎 天空之城 不朽 直接上到孙悟空 这为什么呢 不懂 他本来就被动嘛 抢身抢风 然后在第四局的时候把自己的机甲用出来 可是孙悟空打哈迪斯这样就不转呀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像宁钦那样 你用一个机甲吃掉对面的颜军 这个是非常杀人猪心的 对就吃一个强车 对啊 哈迪斯你后续也打不出来 你选一个精华冬梦片片车也好呀 嗯 嗯 嗯 固守应该是想把这个分叉拉开 是吧 是吧 嗯 他想先把自己这个分数先叠上去 嗯 然后在拥有第四分的时候 哎 发挥机甲 在招发现在几个页 再开个大戏CWW CW还有机会的敲 现在不知道两个拳手ECU胜的情况怎么样 哎 这边色彩没拉出来吗 这个看不懂 这个直直撞了去没有任何操作 是的 挑一点轻哦 你不变英万变吧 嗯 恭喜不朽 果然趁热打铁 这一波 我连他两分 你会来个2比0 哎 这把张帆真的有很好的机会 看这个车用的也不猛 是 吃到一个卡尼斯不算 哦 他可能觉得张帆这张图上机甲也做不定哦 那为什么要选这张图呢 张帆他的机甲和配图你是想不到的呀 嗯 这就是不是很常规的 早选出来以后 确实双方会有点明确吧 他可能觉得张帆在第二张图 不会选一辆 就是用哈迪斯来打的图 对 而且不守的思路可能就是 只要他打到第4分 对吧 手里面握着这张圆起 就能够帮助他 拿下这局 对 那对于张帆来说他肯定想要先咬紧几分 先转打一手呗 他能够实现一个扩发的话那肯定也很钻 哦 先不打净好多梦 净好多梦用势队来打 如果撑的话可以打一手 眼光王城 眼光王城的话也给了不朽用哈迪斯的机会 是吧 嗯 那海滨呗 海滨呗 海滨可以 是吧 尺导才决 然后可以再反打 嗯 对 对 其实有些图可能打出来还会比较冒险 嗯 霍比特 霍比特有点冒险 霍比特你还猜 让副手这边纠结到底要不要出远击 对 哦 上了左墙直接弹过去了 也不给上他反应的时间 哦 撞完以后出现了一个将手的状态 不怕再跳跌了 一路向前 好 用到这种天行啊 我觉得天行好像也有点重要吧 我感觉有点重要 星黄用了 那打孟茴孤楚怎么办 迅捷 看起步 这手感觉没必要啊 嗯 不朽在战术这方面真的有点嫩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要是被张牌拿下的话 就这一分啊 嗯 拿下的话就张牌直接赢了嘛 对啊 他可能不朽真的 绝大多数是 输在战术 战术上面 而这边看三天端空点有点太靠左了 直接进行微波复卫 微波复卫是预判 他也没有底 他已经太靠左了 再飘下去 就不太好控 哦 嗯 张帆也用了通四翼 通四翼 通四翼在这张图更稳定一些 对啊 口网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比较大跟新代大部分 这边还有其他 提前下来 哎 贴死了 啊 但这边这个ECU的话就能形成反超 不是 张帆好像手里面应该还有一个E吧 呃 最后在这个加速带应该是有放的 这个加速带可以放的 哦 好 今天啊 这个张帆的ECU啊 真的 其实不知道怎么说 三把了 根本不知道他会怎么跑 一把误触 一把牛 一把天 最后一分 这手孙悟空要是丢了的话 那肯定就是直接崩掉 连地崩掉 直接打第三局 是 准备准备第三局 对 现在最后一分还有机会 那天行者的话 天行者梦魏部主现在打不了 因为 还有原型 嗯 花落下海也打不了 也有原型 哇 这个天行者 我拿呀 是谁 是吧 有点头疼 但你有感觉你想打 嗯 然后你这个吧 又 不能先把其他的车 完全打出来 你先打过来以后 后面就完全堵在天行 又感觉 没底 嗯 打不了 高楼上海也不行 还是先尝试打一些同车头吧 嗯 规避掉 原级的同车头 我想到一张好古早的头 什么 亚特 亚特 太古早了 嗯 而且有车也可以对上 亚特是不朽有车啊 对啊 都打不了 对 不朽有没有阿迪斯 那张帆这边 就只能上一首指挥官了 哇这个贴子真的很厉害 这首天行感觉今天无影如魂应该想不出来 而且现在就最好你不要去想天行 先去打一下自己的王头 你要天上 这张图难度有点大 也是一张同车赛道 看起步 你说这时候如果还有亮 还有个月光多好 可惜跑不了 不朽这起步大拖飘 直接拖上墙 但是你看他追张帆真的就几个弯的事啊 很轻松 这视节点完全不一样 这边出开个淡气 但是追上了以后一方面能不能抄 另一方面就是自己在后追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节奏上的问题 这边又是秒点CWW 已经出现好多次了 三次了应该是 这个速度底下没有节奏不大 哎太靠右了吧 没有办法飘了 到这飘上去了 一瞬间才是一种错觉 但是就这样 他还是拉近了距离 甚至一间的反超 这细节真的有差距啊 张帆 面对这样的不朽 该怎么反超呢 哎呦这个断供电器太早了 反超不要 直接没有上去一个大失误过来 不朽这个细节真的到位 是的落地暴力 这边再多要淡气 拿下这一分就是不朽的第三分 两个人的状态确实 差了很多啊 是 那天心们也上 再拍一个淡气 恭喜不朽 3比1 现在 你看不朽的比赛 就会觉得跌宕性 是 那又交给了张帆 3比1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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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打 真的很难打 因为不朽 这好像并没有受到 第一轮太大的影响 是 是 是 这个已经不是说用稳定性 对 就是第一轮其实他打得挺好的 打第二轮感觉打累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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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而且张帆现在这湖还不好选 橫车头 橫车头 我觉得得上一点南途 橫车头 南途看能不能追 南途要能追的话 再尽量持平还有机会 但如果上不久之间拿到第四分 那就这些提前宣告 这一大分 最大分 那你说他序列要不直接用 序列啊 序列用之前可以先看一下 自己能不能先拿到个第二步 对吧 那你这个4比1和 没有啊 就是因为你现在拿了以后 你后面还是有一个难题 对吧 你至少现在如果手里面 剩一个序列的话 你有个心理安全感 挺过这一局就是3比3 对 你打到3比3的话 那后面若是不朽 直接拿原级去抢抢那个局点的话 那你也没办法 但是最后一局 你至少车是有的 还有机会 对 打一个同车图吧 对 先打同车图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就当你有同车图 当你有赛车优势 和必打一张同车图的情况下 我相信绝大多数选手 都会选择先把这个同车图给打掉 是的 因为那一分其实是 手动力下来的 对 但这一分 先搏一搏 还是需要搏来 这交通过来以后 张帆这边速度慢了很多呀 这边哪里要被连带 这边过来 小处 这手就过来 看这个断空落地 下一个弯道 从内到顶了 这 哎 惯性这边张帆要更好一些 而且挡了一下不朽 控下车 这边断空过来以后 看这个拖接路线拖振以后 张帆有点弯 而且没踩上星星 不朽这边这些实现了反超 并且领先了 这点速度 对 在这边连续的控车 不朽没有控住 速度有点快 还要再挡一下 张帆这个位置绕来绕去 两个人的速度都有点快 不朽下去了 横冲直撞啊 这一波 我们在张帆的视角 也看到不朽出现在消失 又出现又消失 然后彻底消失 张帆这边又丢异 张帆这边又丢异 ECU这个位置 看一下再甩 但是最后就给挡了下 但是再叠下一个CW 这个ECU丢的 没有异了吗 没有了 他刚刚放了 他放歪了 这进入到室内以后 看张帆这边的跟车 也出现了这些角度 当然的问题 过后1.3 1.4 上完之后 没有实现自己的调整 那这样一来不朽是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弯道 断空落地 再转上过来没有问题 可以拿这一分 那4比1来到自己的局点 是的 恭喜不朽 4比1 只要守过这样的远击 哪怕追到4比4 他也有制胜的法宝 而且 以不朽现在的状态 应该也不会 给张帆太多的机会 让他追到4比4的 张帆笑了 这个时候 你这张区别 打不打就没有什么 太大所谓了 对 没太大的意义 对 你可以尝试一下 比如说先 打区别也追一分 试探一下 他某一张赛道 当然这个时候 你也没有必要 非得想听话都哭哭哭哭了 想那种是大 因为这样远击 就是鸿沟的 那我把一张序列跟远击能碰一下 这张序列跟远击能碰一碰 反向亚特兰迪斯 广寒打了吗 广寒打了 他打了 手图 这张序列跟远击能碰一碰 这张车就怎么来的 不然就是广寒 序列跟远击就能碰一碰 是 这张车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最好碰的 就反向亚特兰迪斯 但是就是不知道写了这张图以后 不久这边会不会上 我觉得大约的也不会上 没必要 可以有更稳的方法 这广寒感觉他那个车方向 已经特地不对了 但是我就要先干扰一下 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撞下来 是 但这局的转折点 在张班那个ECU的点 释放完以后 哦 乌山风吟 痛快 不休选出来 对 就这一局 要是能挺过去的话 真的就还有机会 挺过去下一局呗 对啊 也是速战速决 对 我就不信选这张图你还不拿 对 我要这张图你还不拿 我就再选个北海 看起步 可以先绕过去挡一挡 对 看自己这个弯超有点肥 右边小飘 呃 他这个跑法对吗 他前面太易了吗 速度降下来 哦 可以 对 这边 跑法还是就是没有打到最佳化 正常这边的节奏都要再变化一下吧 正常这边的节奏都要再变化一下吧 转折过来 有危险 正不好追 张班这个路线已经不错了 在车上还是有一点差 对 但是这个图是 难得不多 就做细节 没站出来 在这里并没有拉着很多 而且拉近了冰冰 嗯 看前面 开翼 这里再转向过来 空车路里面叠下CWW 觉得差不多并没有拉开太远了 对 但这边就是圆址的速度 还是要更快一些 是的 一件期间要穿上去 连续的弯套过来 就前面那一个点 张上的那个细节 没有把 徐热在这张图的一个优势 点给人出现了 是的 不朽这边也非常稳 这会点飘 调整一下自己的路线 避免刮蹭 对 再拉近了一个侧身 看一下 对 防止线过来以后 对 可以直接冲线 恭喜不朽 本轮速战速决 直接5比1带走张班 大比分1比战品 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 但这两个人的状态 你看完两局之后 你就真的很难预测 嗯 其实最主要还是张帆这个状态 我觉得他好像有机会的时候吧 他这个白给因为看不懂 对 那你就觉得他好像真的赢不了的话 比如说这一局 他是因为未来跟的还不错 因为刨开就是那个刨法 停在一点失误的情况下 他真的已经做到他们做得很好的 而这两轮比赛当中 就是第一轮张帆确实发挥得很好 而第二轮的发挥不好 而对应的也就是不朽 第一轮拿粉了 第二轮没拿粉 第一轮拿粉了 第二轮没拿粉 对 这个对于张帆来说 可能就是 他的表现也决定不朽 能不能拿粉 其实不朽两轮的发挥 确实差不多的 第二轮可能会更稳一点吧 但其实差距并不大 因为确实他已经是发挥出七八成的实力的话 短期内想再提升是比较困难的 他现在又解放车了 而这个张帆来说 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无比头的选手 这波图随便选 有点难控 5比大比头1比 不朽这局也是稍微有一点球稳 后半段你看包括他路线转向什么 都是比较球稳的 但是他的整个跑法完整度还是可以的 那恭喜不朽拿到这个第一大分 现在大比分1比1战比 即将来到最终 而这一局呢 若是真的能够彼此纠缠下去 好 这样就开始了 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轮比赛 会带来什么样的对决吧 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赛道池的这个问题 在这一轮当中 其实也完全没有提出出来 所以进入到这个全新的一轮当中 车途全部解放的情况下 又可以再打一次 刚才相当于第一轮打了8局 第二轮打了6局 是打了14局 对 而我们第三轮比赛封定的话 是相当于可以打15局 对 这个班图的话 第一轮和第二轮班图都没有变的话 我觉得第三轮的班图 应该也是到班图了 对 刚才的话就是像苏格兰场 还有海滨 但是你要想的是张帆它是拥有着 首途的选择权 首途的选择权 会不会解放出一号公路或长城呢 嗯 一号吧 一号稳一点 我想一下啊 刚刚拍牙打了多多地图吧 对 多多地图和四位女神 哎呦 这两张图 其实用车还有点高度重折呢 对 不是 七位女神感觉也能打 要不就